223. 《蘋果日報》,導致一週跌2.9%半年來最差 2015年7月26日《財經要文》B02本部綜合報導 中國製造業數據轉差,加上歐洲經濟受希臘債務危機影響 市場憂慮環球經濟復甦部分因而受打壓 令美國三大指數上週五低開,導致一度跌178點、收市跌163點 報17568點、標指跌22點、報2079點、納指跌57點、報5088點 全州計,導致跌2.86%是半年以來最大單州跌幅 標普500指數回落2.2%,納指亦跌2.3% 兩者均是三月以來最大單州跌幅 美國十年債息則跌1.0至2.25來 美元走勢好淡增持,美據數升0.1至97.24% 目的首席經濟師John Lonsky 指 商品加跌是市場關注焦點 中國製造業指數萎縮是引發商品價格回落的有因 加上美國樓市數據欠佳,藍籌業積液罰增長 同樣不利股市,又供求失憑油價走弱油價方面 環球製造業疲憊,影響油價表現 紐約旗油跌0.6至48.17美元 國際能源機構石油分析員Matt Parry 指出 近期油價的皮態是因為市場對供求失行的認知 而沙特阿拉伯的生產高企 是觸發下跌的原因之一 美國油田服務商Baker Hughes 公布 本周活躍轉頂數增加21至659個 以及中國公布的製造業數據令人失望 亦是導致油價皮躍的因素 此外,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批准AT&T收購Direct TV 的建議 根據去年建議 AT&T 積資490億美元收購Direct TV 然而,交易審已了如一年 因為FCC關注AT&T在交易後 光纖寬頻服務佔有率擴大 可能導致低蕩消費者獲得互聯網服務的定價有變